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萧月连夜审问李从文 想要知道前来救援李从文的人 是不是失踪的何又真 李从文从萧月惊慌的表现中 发现不寻常 进行反真讯 从未了解到一个惊人的事实 所有被杀的反叛者都是王死鬼 待翁次长离开后 施兰找人对翁次长进行了暗杀 翁次长在车祸后成为职务人 翁次长的司机因为有嫌疑被抓获 施兰心知自己动手脚的事情 早晚会有人查出 焦躁地等待美国方面授权书的到来 李从文与何又真终于再次见面 两人互诉中长 军事泪流满面 偏偏就是你 作为这里的长官 一年一年地在退化 时隔多年 当我再重新看到你的时候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感到悲哀 我面前的萧月 竟然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小男人 作为长官 这里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你没有责任吗 是你被生活蒙蔽了双眼 农夫之社 放纵了他们也毁了你自己 小爷 你当初决然而去 我不舍 但是我从来没有伤心过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一个胸患大志的人 而你死期你留恋 但是你不贪恋 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呢 让我来帮你 萧月 帮你找回过去 重新站起来 你要成为一个 气冲小海 叱差风云的英雄 如果你还是无法放空你自己 那你就想一想 何尤真提议兵分两路 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意味呢 想想 再想想 等你想着这些问题 心里就不会再被那些杂念 给纷扰了 石兰 你给我听好了 每次任务都是一场战争 内部的勾心斗角 只会导致失败 我们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不能再有第二次了 你别逼得他们再跟你反了 我天息地 冰冷自古 好痛快啊 我好久都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是你 是 是你 是你给我的 谢谢啊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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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花 以后过了十点谢绝来访啊 开门呢 我去开门 别动 谁要是再感动 我就一枪打死他 我去开门呢 小淘气 磨磨蹭蹭的 我这两天老失眠 我想出去走走 放松放松 好吧 外边天凉 别见你了 乖啊 走了 不要 可以 放松 好 啊 好 看到那只蜘蛛 我就算准了你的招数 这本是埋伏者相互之间指引方位的标记 你用它来误导我 让我以为杀手们正制服于小楼之内 于是大惊失色 惹得吴司令叫重兵搜查小楼 而在搜查的过程中 吴司令必然让卫兵将我转移出去 而转移的最佳方位自然是你卫兵宿舍 这里有武装保护 待着也不尴尬 你就在这里守住待兔 等人过来的时候突然袭击 干掉卫兵 擒下我 没错吧 刚才我还有些不解 为什么只有一个人的脚步伤 原来是被破局了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 你们也不差呀 关门放火都没把你们干掉 是你干的 当时还有梅吗 梅雨香 我们恐怕对峙不了太久了 我担心会围来援兵 被迫只能跟你选择同归于尽 那你就别想得到我那份宝藏 吴司令也会发现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对这段爱情大失所望 你还真是吃准了我了 我也是女人 我怎么从来就没发现呢 这回补伤了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自己人的事情自己聊 我凭什么相信你 那我们一起放枪 一起 我和梅妈的两份都在这里 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在这儿 所以一对一 你要赢了东西拿走 其实被破了局 我就已经占了下风 即使同时开火 我也没有把握一枪毙命 没错 只要不被一枪毙命 我就会得到妥善的医治 就算我的身份因此而暴露 吴司令也不忍心再多我性命 你完全可以不给我这次机会 但我不想 我不想让她对这段感情失望 换做以前的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但是现在我知道她爱我 爱得那么深 去你别对我说爱这个字 接受了霸夏镇的任务 我先后嫁给了两个男人 白炎良 龙九 白炎良是我弄死的 没有感情所以我不会痛 龙九是被冤死的 我很痛 但是她根本感受不到 龙九爱的是那个经验丰富的女特奇美与香 而吴司令爱的却只是我 她让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小女人 被呵护着 被疼爱着 我能拥有这样的感情 即使她是短暂的 又夫妇何求 尤真 你也是个女人 你应该理解我 我宁愿死 也不想让吴司令发现我在欺骗她 我宁愿她是因为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 而感到疼痛 也不愿意我欺骗她 让她对自己付出的真情而感到灰色 若你赢了 把我的尸体处理好 真相就不会付出睡眠 优优独播不靠装 又是个凭据 咱俩老这样 对吗 重新再来 不 干掉我 什么 我只有一个要求 把我的尸体带走 这不公平 你追杀再逃犯 不择手段走了 可我有我的原则 你刚才说错了 我赢了 真相也藏不住 你能找到我 其他人也可以 早些早上 只会连累了五岁 我不想 别啊 跟我 所以 那你是 有 有 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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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太病了 要看医生 啊 报告 是谁在出车啊 太太病了 要看医生 太太病了 怎么会用积物处的车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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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这样做我危险不危险 你为什么要甩下我 你为什么救我 我们应该形影不离 跟共产党形影不离吗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要在一起的话 梅雨香她就不会死 如果是被共产党救命的话 我宁愿这么杀了她 何游臣 孙先生连俄连共成就了北法 国共合作使抗战有了基础 你说我们是应该形影不离 还是互相敌对 没错 是挺危险的 如果不是因为梅雨香为了 成就自己的爱情 我很有可能不会回来 你什么意思 她得到了她想要的 死而无憾 可我却活得万万纠结 好了 不说了 明天我通知地方站 过来取活 随便吧 有人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了 我给陈将军打了电话 他的态度是十分地冷淡 他好像不太信任我们了 我们一拖再拖 不过人家有这样的情绪 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这样也好 届时我们如数旅行 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惊喜 人际关系就是这样 往蜂蜜里加糖显不出什么 但是往咖啡里加糖 立马就喝出甜了 陈将军这个人 挖着人家 人家去了 去哪儿 他家在哪儿 你把这些人 伤害的 这些人 他不能不不罪 这个人 现在是说 你快要得还 uve 就怪不得啊 他都不得找到 迈出宏伟蓝图的第一步 能让蒋委员长解空囊至极 更能让我们成为 中国海军的奠机人 强国之元勋 我担心的是追捕行动 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倒是很有信心 石岚从某个角度上讲 是个好领袖 就从我开始 让你找回从前的那个校园 凶庄却又半括 那人 在湛里中沉浮 我不能 不能 我是戴罪之身 我过不去这个坎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何佑珍提出了命根了落 到底 有什么别的用意呢 我接到船旁 你从我和侦探们找到那关 并没有通知当地站点 人死了吗 死了 藏宝就找到了 如果不是兵分凉落 京城就不会这么快 还要多久 你才能做到心无杂念 老爷子 行啊 老爷子 您这次棺材头可要出大名了 一枪没输过啊 我就不信了 等着 下回再来 你下回再来 那这回钱得给我吗 对啊 不惨呢 下次给你带来 斗区区儿咱们就凭个乐子 不能破坏了规矩 咱们献胜负 献输赢 对不对 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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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少两块 老五 你这天天来天天输 不会底都亮了吧 放屁 老子在街面上昏的 啥时候缺过钱呢 给钱啊 给钱啊 还少两块 快点 给啊 快点 给啊 快点 给啊 谢谢老四 咱们今儿还吃馆子 到南城去吃 又逗区区儿去了啊 还是那个老五 他连着输我一个礼拜了 他就是不服 你看 你呀 也太欺负人 你那区区儿 天天都为那维他命 那可不 要谁赢谁 那是 一个都不能拉的 你呀 就让着点老五 他是维持会议的人呀 那天他输极了眼 给你闹腰 玩啊这是 有你们那么玩的吗 那堵住是翻了背的往上街 行 赶名 我输他一次 我输他大大的 把全部的输出去 讨厌 我还去死 温大夫 小日子过得很舒心吗 行 你们什么也别说了 我懂 你们既然是找上门来了 那你们就是赢家 但藏宝和我们的命 你们只能拿走一样 你有资格谈条件吗 我们破了财 还不能给自己消灾啊 那就有点傻了嘛 你想怎么做 我们身上没带家伙 不信你来搜 确定我没空手之后 你们也把家伙掏出来 拿了藏宝以后呢 我们各走各的路 空手对空手 你就有把握跑掉了 我们两个老家伙 就跟你们赌一次活命的机会 这不可谓不公平吧 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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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东西 知道老五是我们维持会的人吗 我们都是接风邻居了 你这是什么 知道你还敢欺负他呀 我们小赌只是为了移情 加码无非是增加点刺激 老五 你前前后后输的钱 我都给你留着了 我现在给你取来啊 等着 我们家老五 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 成天的忙前忙后忙里忙外的 每个月呢 才拿那么几块夏业 可到了你这儿呢 就输了个精光底掉 弄了他们家媳妇 成天的在屋子里边哭天魔了 寻死觅活的 你说这笔账 咱们该怎么算呢 大兄弟 大兄弟 这老东西它不通事 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您看 这样好不好啊 利息呢 让老五报个数 只要我们能奉上 这利息呢 是当然要给的 可你看我们这些个兄弟 今天正事不干 跑到你们家里边来 图什么呀 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个老赌棍 一个成证 这 这 是 他们谁呀 儿子和媳妇 刚从老家过来 媳妇 挺漂亮吧 我 走你 城里有些病队 身份暴露就麻烦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没事吧 你姐姐姑姑说什么呢 你没事吧 起来 给我进屋拿钱去 老二老五 都给我进来 别说 钱咱要拿干 吻一下 值钱的东西 咱也一样别给他们剩下 吻一下 车爆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五啊 你看 这银子也拿回来了 七夜出了 怎么样 虎爷手下当差 合适吧 今儿我要好好地孝敬孝敬虎爷 走 远往楼去 不醉不休 走 走 不好意思啊 弄到这般田地了 咱也别使诈了 给他们吧 东西就在这院子里头 没在外头 温大夫 我姥姥都说了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别再骗我们了 好吗 现在 不愧了 不愧了 东西都在这里头 这箱子我没锁 不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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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早有准备 那身上有毒 顶多只能扛两个钟头 放我们走吧 解药在哪儿 我会写在纸条上 放在和平路的油桶下面 小语 你感觉怎么样 是发麻呀 还是发酸呢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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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 去打架 小语 你就铁了心 要跟我这么扛下去是吧 我说过 解药 我得拿到 藏宝 我也必须带走 放我们走 你才有机会得到解药 你没资格跟我们讨家回家 小语 她扛不了多久 你就这么眼睁睁的 看着她毒发身亡 她比温大夫年轻 都染了毒 谁先死还不一定呢 都是温大夫亲手研制的 你能确定 她之前没有符合解药 我们都是训练有素的特工 都了解制毒和解毒的 基本常识 只有看惯了禅喜小说的人 才相信解药在中毒之前 服下去也能管用 你是铁了心的药毒 那我也没有办法 可是我提醒你 你们还年轻 生命可贵 我也要提醒你 如果香月死了 我就什么顾忌都没有了 温大夫人 现在你清醒了吧 晓月 所谓朝夕相处的感情 在这种人眼里一文不值 他们心里只有自己 小语 你最清楚这是被衰逼的 我们的忠诚 在尚丰眼里 狗屁不是 你们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坏了 秀了 或者脱离了轨道 被替换掉很正常 小语 你欲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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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定非共同他 这个道理 你一定要牢记于心 你个贱人 怎么不被那些畜生给压死 我也只是一个零件 零件爬过一些蚊虫蟑螂 算不了什么 老家伙 还要赌吗 他死 我就跟他走 不 不可能的 他死了 我要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不过头七 我绝对不让你断命 你做了野鬼七天之后 他已经下地狱了 你根本就追不上 千生万世 你也别想跟他在一起 你也别想跟他在一起 我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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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把我们走吧 妈 妈 给你解药 给你解药 妈 妈 香走 送到中转站 人给我找个壁炉封进去 记住了 过七天才让死 明白 走吧 好 长官 我负责送你们出车 谢谢你 什么 爱我 我可以来帮你 你把我把自己的事都给出来 有的让人迷乱 有的让人脆弱 而我的 将成就你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好几天前 这铺子就不开张了 没个招呼 也不知道人都去哪儿来 顾客们拿不回货 就找我当方东的闹事 真是讨厌死哪 秋雷啊 陪我转进去 谁让我把房子租给 挣了个倒霉人家 在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初步断定是一名儿童 年龄现在还没法确认 大概应该在尸体 已经泡了两三天了 这死的一个中国的小孩 让我过来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蹊跷 验尸报告表明 这孩子不是淹死的 而是先中了毒 毒 毒计也是清化价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搞到的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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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儿 快跑 快点儿 快点儿 快 快点儿 快 近点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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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 月儿 我不要 我不要杀我 快 藏寶給你 看我條生路吧 你的歸宿只能是地獄 一咬牙的事 就像你們當初背叛組織 這車能修好嗎 不行了 大家都等等吧 還待一會兒 好 先去找何大爺 的確是舍親舊員 但咱們必須得這麼做 是啊 小妞在她手裏 我也不放心 倒不是因為孩子 她把小妞當自己的親愛孫女 根本都不會傷害她 我之所以要求先去找她 是因為所有人裏面 會變賣藏寶的只有她 也是因為小妞對吧 對 倚享天輪是她後半輩子 唯一的夢 為此她什麼都不會在乎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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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打聽過了 這裡只有一家古董店 如果想要變賣藏寶 沒有別的選擇 先不要驚動他們的站點 你什麼意思呀 我的意思你知道 我的意思你知道 何大爺 看來他已經出手了 先去古董店 東西出手才是最麻煩的 小桂子 問一下 剛才那老頭出了啥貨 你倆是幹什麼的 那老頭是我爹 他是姑爺 我是姑爺 我是姑爺 那個貨不能出啊 那可是傳家寶啊 那我們說實在有貨了 這貨不是房屋啊 這位妹子 窮運府上 是哪一妹啊 什麼 你爹說他有梁領德 和王勳的真跡 我不太相信 就隨便報了個價 沒想到這老頭話挺熱 說天黑之後和我單談 也難怪你們這麼著急 我這話說了 你們也別嫌難聽 這老爺子 真的是有點敗家 我爹他老了老了 迷上了個姚姐 跟吸血鬼一樣 沒錯 這個事弄得我們也很不高興 好在這貨沒出就好 沒賣就好 謝了 謝了 打擾了 聊了 聊了 你們看得出來 我是個私人 素額之眼 你們這位老爺子 訪到了今天訪問了明天 那些東西早晚的事 一不溜神就得吐了出去 與其讓他敗了 倒不如你們拿來賣給我 我可以吵架 就不讓你們吃虧 呃 這個事兒啊 我們再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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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們倆可是多權衡 做我們骨董這行 惡心事見的多了 老頭要迷他姚姐 那就不光是埋自己的骨頭 一家上下 沒個不會他禍害的 是啊 是啊 謝謝 謝謝 請慢用 別這樣 事不宜遲 我必須要展開行動啊 對 他尋了假就會馬上出貨 掌柜的再通理 也不會放著便宜不占 所以我們要分兵兩路 你到住所附近去盯著 一方萬一 我去找人接影 你什麼意思呀 找誰的人 你要幹什麼 掙救十足的人 想都別想 你非得要殺了他嗎 他不是你的親爹我知道 但是他是小妞的老爺 這一點不可否認 我相信 你在聆聽著自己的聲音 我內心的聲音很複雜 我知道你現在的心情很複雜 有人 我們能拯救他 我們也能拯救很多人 我相信你 我們需要很胖 我們需要更胖 你們你們 我們可以喝詮釋 還是可以喝幾乎 喝 wer的 你應該喝點 喝貨 嘿嘿嘿 铁丝回来了 哎 奶粉买回来了 谢了啊 谢啥呀 跟您一起搭伙呀 不得连带的小妞一起照顾啊 何大爷 王母不在啊 我给结了账 让她走人了 您这啥路子 你听我说啊 完了 啊 上午啊 我去古玩店 许了个价 这老板出价不低啊 真要是出手的话 我有把握 价钱还能翻倍 您打算 把藏宝 讨鞋 我要带着外孙女去美国呀 女儿愿意咱们一起去啊 女儿不愿意啊 你就别守着金山要饭 带上你的钱 换个地方 踏踏实实地享福去 我们当初可是约定好的 最后也得是劳死不相往来 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区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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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敢把藏宝掏鞋 我现在就杀了你 你知道吗啊 现在 每一家古玩店里 鬼子都顶着呢 你我手里的不是一般的古玩 万一楼的白 早晚都得让鬼子绑了去 你我背叛了主持人 但是不能背叛楼祖宗了 还不是因为小妞我才走的这一步的吗 啊 行 女儿不同意 咱就不慢 咱们继续忍着 我劝你啊 以后别再做掏鞋的打算 何大爷 我啊 在洋行找了一份柴使 足够养活你们爷俩了 就别再为生机发烧了 好吧 这可就苦了你了 这一老一小的两正嘴啊 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护养教练 应该的 好 那我去烧点水 给小妞儿冲奶粉去啊 哎 哎 看 我还有几年 我还有几年呢 你 你体会不到 时光对我一个老人来说有多么宝贵啊 我懂了 你是想更多的人活下来 是啊 至于这些人为什么会遭到追杀这是个机密 我没法向你解释太多 但是我希望他们能有被改造的机会 拯救人的灵魂呢 是守住国家 这真命脉啊 我和制服组的另外一名成员已经达成默契 这一次行动 包括我以后的行动 都不要轻易惊动军统的特国 目标我已经盯上了 需要你们立即返回 跟其他的同志在福寿行古董店附近设复 到时候我和目标一同出现 做出暗号之后呢 你们马上制服目标并迅速撤离现场 没问题 我们会做出最有效的布设 放心吧 事成之后呢 人 你们安排护送走 或追捕组留下 然后由地方的和相关组织 转交中感站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制造目标被处死的假象 明白 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好 小妞 小妞 老爷啊 为谁都行 就是不能没有小妞 对不对 跟着老爷走啊 小妞 老爷啊 带你坐火车 坐大船 漂洋过海到美国 你踏踏实实的 咱们不好日子 这挺快 来 走吧 来 走 坐好 我 可以 不 我 同学 我 我 你 有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他 我 他 他 你 回去接他们 孩子们都读过书 遮到城里头才有出息 你说对吧 好 那咱就快点 好 家里没什么硅装物品吗 临时租了房子 找那些干什么 我就奇怪了 这孩子这么小 他爸妈就放心让你抱出来 这说出来啊 我都嫌丢人 他俩儿子不争气 成天呢 跟那媳妇在屋里头 瞎会了 我这不就把孩子给抱出来 逼着他们进城找点工作做嘛 就怕这小两口啊 没孩子的牵判 更加腻乎了 这不我就赶快回去看看去吧 好了 我到其他户去看看 慢走啊 你不是有个在洋行做事的侄子吗 是 上班儿去了 走啦 走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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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藏寶在哪兒 拿著箱子 跟我走 怎么了 脊椎裂了 你别管我 你走吧 这局马上就要封锁 你带上我 谁也走不了啊 快走了 我看你 快走不了 那小妞怎么办 你不是来追杀的吗 你救我干什么呀 我的任务改了 有证 人不能跟命扛啊 我冒大不为 也没有实现我的梦想 就说明我命里边 注定享受不了天伦哪 你带着孩子走 让小妞好好活着 过好日 我终身为妻 无我而无你 其实在坝下镇的日子 我已经 想够幸福了 我不该这么贪 想让幸福有之 万切不报 你这 你 再叫我是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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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不要 孙雄 林建 我和我 任何人物的最早出路 怎么办 怎么办 能怎么办 就你能的是不是 就你能的 你还想抱着孩子跑 被我抓到了吗 你说什么呢 你都把女人带回家了 我还能在家里拍吗 就你这无恙的 我能不找年纪人吗 你看看你什么样 你看看你什么样 你给我闭嘴 你弄什么 正观 正观 他绑架我孩子 混账 把自己老婆弄成这样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正观 你听我说 你看看 你看看他这破坡的样子 我能不找 我不要脸的 你再骂我 我把年纪人都带回家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再骂我 你看看你 我能不找年纪人吗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在这儿嚷嚷什么 没看见我在执行公务吗 赶紧回 正观 行行行 走 跟我回家 家伙不回了 你给我回家 快点快 来 正观 正观 我得追着他 你也就别太自责了 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 一个可以拯救的人 结果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 你能说服你的祖元 不怀疑你 这已经实属难得了 这件事本身就不太容易 只要我们下次行动 早一点联络当地组织 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样 发生意外的概率 就会越来越小 你说是不是 是 是 可是呢 这回给组织上惹的麻烦挺大 难免会影响党组织 你也别想太多 这一点我们会多加防范的 崇文哪 重要的是你 一定要倍加小心 你现在所处置这种环境 就像悬崖上做钢丝 险重有险 你的身份一旦被 最普组的另外两个人识破 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知道吗 我知道 可是我现在想的就是 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王大妈这家人是靠得住的 孩子既然在这里 没问题 放心吧 我放心 相信你们 对了 临走的时候呢 我再给他们留一点钱 王大妈 这小女孩啊 长得真好 小脸啊 红兔兔的 真是染了疼 她妈妈呢 她妈妈想再看看孩子 终归是自己身上 掉下来的肉 舍不得呢 更好 这小女孩 真是真是真是 游针 还是真是真是真是的 我放心 其实我跟她的父女关系 只不过就是一个安排 可她在临死前 却只想让我叫她一声爹 妞珍 我们要走了 以后有时间呢 我会陪你来看妞妞的 在接受巴下这任务的时候 我坚持用回我的证明 结果她碎了我的心 何一谋 这个老头啊 给自己起名字随口就来 一点都不动脑筋 何大爷的死 是一个意外 我再也没有亲人了 再也没有了 啊 真可爱 我 有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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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